監察院财产申报让立委官员们不能说的秘密 曝了光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传出婚变 消息来源竟然就是最新一期的監察院财产申报 这项消息林维州也证实 还说人生总有悲欢离合 另外立委王定宇上个月被爆出财产申报 跟前一年的一模一样 如今監察院也完成修正 而从最新的申报中 甚至还可以发现王定宇夫妇对于股票的特别偏好 总是关注国防战略议题的立委王定宇 这回又引起话题 上个月他被质疑2020年11月 跟2019年11月的财产申报内容 高度雷同犹如复制贴上 尽管事后更新了财产资料 存款从原本的189万元变成238万 有价证券则比原本少了1万块钱 但从中可以发现王定宇 192万元的股票都属妻子 李淑英所有 而且还特别偏爱钢铁股 分别拥有大国钢十二万五千股 大成钢四万五千九百股 但因为申报内容资讯被摊开 还有传出离婚消息的立委林维舟 不过有趣的申报项目还可以很抽象 最近因为日本核废水发言争议讨论度很高的 朱日代表谢长廷更直接把这自创的流体太极 继续放上财产申报价额为零元 看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 不只是能检视财产从政治人物的婚姻状况 到个人亚去或许都能窥探 欢迎订阅叶宝 薛松前综合报导